其實主要就是加一個Booling 把它加在這個True跟False 都當一個開關 那底下的那個 最後的完成畫面 我也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你們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會重多一下 再來就是說那個Count 就是技術部分其實也非常簡單 第一個當然你要想到 把那個什麼 Booling部分改成Count 那Count後面如果要加1的話就是 Count加加就好了 後面只是說你按了幾次 所以幾就Count加一個什麼次就好了 OK所以程式寫完之後類似像這樣 就是這邊 就是我這邊宣告一個什麼 宣告一個 Int 一個整數 然後他名稱叫Count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怎樣 不用邏輯判斷 OK 這邊的話Count加加 那加加的話就是Count 就是等於Count加1 那加1之後的話 再把它怎麼樣 本來第一次是0 那第二次的話就是1 按一下 加加之後1 就是0按一下按鈕一次 後面的話能用串接有沒有 所以後面的話只是Count加次 OK 那所以你下一次按的時候 它又觸發這個事件 那因為這個Count的部分裡面的值 就會幫你加 所以一直累加一直累加一直累加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再去計數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等一下再繼續來看這個 這個畫面 電話號碼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請消費 可以消費 那一下 好 OK 可以消費 完全好 可以消費